在這個城市裡 要興建一個大花園 究竟站在哪裡呢? 要中式還是西式? 就像當初 決定要舉辦亞洲小姐競選的時候 究竟我們期望 可以憑著這個選美會 創造到什麼成績? 我們有請亞姐之母, 周梁淑儀 無論我去到多少歲 無論我做什麼職位 無論去到人生什麼階段 我在這位嘉賓面前 我永遠是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因為周太是第一位聘請我的僱主 我第一份暑期工 就在副財製作公司做PA 那是1986年之前 我還在做大學 就要很感謝周太第一次 別這麼說 我記得是二千多元的月薪 拼請了陳啟泰 做一些演唱會和一些功能的PA 那時候的副財是叱測風雲的周太 我記得那時候 我第一次進行那裡見到 大演唱會, 關正傑演唱會 那時候的年代 是香港演唱會最興奉的年代 其實那時候 是剛剛演唱會熱潮的開始 其實我也很幸運的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離開了 不做電視 但我自己根本是 舞台、舞台演出、戲劇 那方面的訓練出來 那時候我就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做 是新一點的 那時候 結果我記得第一次嘗試 就是林子祥的演唱會 接著就是接元年三 就像你說那樣做了關正傑演唱會 陳百強演唱會 那時候演唱會也不是很流行的 那時候演唱會也不是很流行的 不過我們就覺得挑戰性很高 就是很多舞蹈計員 那些 又經常想起那些大製作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譬如像關正傑 找了Phylharmonic 亦都找了舞校的合唱團 對 和他半槍 是很多人山人海 不過錢就找不到 找不到錢的原因 對 找不到錢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們就很希望 每樣東西都想到 都要去做 盡前盡美 都給予製作費 是 製作費那裡就很巨 不覺得我的薪金五元 那我還沒有薪金呢 我最深印象就是 應該是徐小鳳那次 因為那次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因為小鳳姐 可能是隱居了一段時間 亦都發幅了不少 應該就是周太 就是把小鳳姐 由這個深淵拿出來 那時候是否用了很多 很多口水 很多精神才哄到小鳳姐 那不是 其實徐小鳳 就是我們很欣賞他的歌 但是我們就覺得 有個挑戰就是 其實你知道小鳳姐很漂亮 是不是要在包裝方面想想 還有在製作方面 是怎樣可以令到 別人覺得是出奇制性一些 我們就慢慢跟他量度 就發覺原來他起劇細胞很厲害 是 他說些gaggy timing 是講得不得了的 原來那些笑話是好東西的 但是沒有人想過 哇 徐小鳳會說笑話的 還有他很生動 但是他又很斯文 但是到了我們做完那個show 就是別人對他的改觀 就是覺得他不是說一個歌聲那麼簡單 他就是一個聲色藝傳 就是覺得 女版的許冠文冷面笑著 我覺得他有一點 那些gag位是很準的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的 許冠文 許冠文經常都說我 整天到今天都會笑我 說我經常說他唱歌不行 就是我曾經叫過許冠文 不如你還是唱少一點 就是比你弟弟多唱多一點 因為許冠文很喜歡唱歌 我最記得他最初做gag的時候 我們一起做喜劇 我跟他一起寫劇本 就是讀東西 我最記得他有一幕 就是他扮醫生 扮醫生他就帶著他聽筒 他就拿著聽筒自己 就唱歌給自己聽 就是穿著醫生袍 帶著聽筒唱給自己聽 我覺得很好笑 那我最初他們兩兄弟一起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嘗試 甚麼都會是新的嘗試 他就沒有跳過舞 那我就說不要啦 你們兩個有唱有跳 那時候因為那個節目 就是中藝節目 叫他們倆唱歌跳舞 那Sam你知道 就能活動 他不是跳舞 很運動人 他不是跳舞 但他是很活動 在台上動作很多 在台上 好看 他又跳舞了 許冠文 但誰知道他跳舞 出來好像大氣出台 那我就說不要啦 跳完一次 我說不要跳那麼多啦 但到今天他都心心不焚 他覺得其實他唱歌也不錯 為什麼… 他最近也有跟你說 因為梁淑儀,我跟他很熟 最好的就是他的孫子和我的孫子 是好死黨的 放不親口才好的女孩子 所以我們曾經見面 他的兒子和我的女兒和同學 也是好死黨的 如果你不相信 現在三代都是好朋友 那些女議員 所以我們經常都見過 但是到今天他都… 原來他除了梁淑儀 整天都告訴別人 梁淑儀不讓我唱歌 好像覺得很委屈他 這個可能是下一個挑戰 要替許郡文搞一個合作 是的…可以的 雖然這個節目叫做《亞者白人》 但現在的廣關下變成了《沙姐白人》 但其實很多人 我自己可能還沒在螢幕上見過 做一個很深入講關於亞洲太的訪問節目 所以今天邀請你來 我們想講一些你的東西多些 當然我們都會講回亞者的東西 很多人就知道你演藝 或者從政的一方面 但是不是很多人 我們這個年齡可能會知道少少 知道你們入行的經過 我只記得聽人說 你以前是報過天氣的 我沒看過 亦都做過編劇 做過很多幕後 你那個時候很小 我沒看過 我真的沒看過 我聽過 其實第一次涉足這個娛樂圈 無論是幕前幕後是甚麼時候 我其實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喜歡戲劇 我當時是去過 麗的電視去投考 就是做新聞報告員 但是就考不到 哦 原因是 我當時是報英文台 但是我記得當時 英國總經理還說 讚我夠膽 你來考 不過不會錄用你 有沒有說過原因 沒有說過原因 但是英文台 那些報幕 新聞報告員 都是新人 變成他很少說 找中國人去報 反而我 後來無線開始的時候 反而他請我 就特意他們請中國人 去英文台 因為需要多些 黃皮膚的人去 去英文台 就是他想 告訴香港的觀眾 是一個 紮根在本地的台 那就是 大家可能的想法 有些不同 那時候 我其實 我就不是說 真的 一定 只是做幕前 其實我最終 是很喜歡 就是想做製作 導演 就是演出 因為始終就是 你想想 就是 不應該把它分開 因為如果你自己 是有拿到一些 幕前的經驗 就是鏡頭前面的經驗 就算你說 你做導演也好 你做編劇也好 你會全面很多 你會知道 對他的感受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在英國讀書回來 我是申請做編導的 就是做導 我什麼都不懂 但是那時候 就聘請我的總經理 他就說 咦?我們找幕前的人 找鏡頭前的人 就是來報告天氣 他就說你中英都可以報到 可能有省錢 不如你再做兩邊 那時候是TVB的 那時候是TVB的 我樂意 因為正在學習 那時候真是八字一張 就是什麼都想學 早上9點上班 一直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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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那時候 錄影就是在周門錄影的 平時一到五就做準備的工作 那到做到這麼長時間 要報了 那就下去報了 報完又上來做 做完 晚上又要報 又要報了 很多時候都做到整 十一點 尤其是我最深刻的 記得就是打風 打風你經常在那裡 要站在那裡 你半個小時報一次 大中英 變成一個小時報四次 那你經常都報 但是那時候 始終都是在學習 很興奮的 覺得很新鮮 你不會很介意 但是做完一段 就真的很累很辛苦 這個幕前的一個階段 維持了多久 一年左右 然後大部份都是幕後的 是 除了有時候 我記得我是做在你那裡 做綜藝節目 又是 久不久 有人脫底 推了他 他就不出現 OK 脫底的時候 導演就說 你下去吧 頂當 我就專門做百搭 好 但是那時候沒什麼計較 就是學習 一進豪門深似海 就涉足了這個娛樂圈 一直到後期 你可能會在管理層 管理層的範疇看 在最多電視台出現過的人 會不會呢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跟我老闆聊天 看片段 我們看到 通常在選美的時候 評判也會坐在台下給分 不過在90年 亞洲小姐競選 我們邀請了30位市民上台 親自問街和女生問題 這麼給分也夠公平吧 當然 本身在服裝 之前說過, 在2008年 我們頒了一個叫做 《亞者中的亞者》的獎項 讓觀眾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喜歡的亞者 其實在1994年 我們頒了一個同名的獎項 不過那次就是由歷界亞者 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喜歡的代表亞者 結果是由方小平奪得的 入正題了, 亞者 我們踏入25屆 第一屆那時候, 你的記憶很深刻 很深刻, 凡是第一次最深刻的印象 85是嗎? 85 那時候我們還在副財 以前港姐, 我也搞過很多 變成在那方面, 大型節目那方面 是有一些經驗 覺得亞士都應該搞一些大型節目 我跟亞士都談過 不同類型的大型節目都有 例如《未來偶像爭霸戰》 還有過場比賽 超級不得意, 都做過 但當然最大型的就是亞者 大家都記得, 而且也做了這麼多年 而且那裡也訓練了不少的人才 沒錯 就是電視業的不少的人才 大家都知道大型的選美節目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訓練人才 因為嘉莉參加 他們曝光的機會高 還有就是鍛鍊 他們有一個訓練的期 變成很多想入行的 他都是透過這個機會 譬如說在私儀方面 對, 朱衛生, 做到今時今日 也是這麼出色 沒錯 黎衍生, 他作為一個名人 比較遺憾一點就是小見李智 因為他疑問了 是的, 他和他退休了 所以沒什麼機會見他 但久不久就聽到他的消息 其實也很欣賞, 很欣賞他 私底下和黎智多不多話嗎? 熟不熟嗎? 在宣傳的時候 多, 多話嗎? 好, 好, 好 就是黎智就 因為當時他不是一般的嘉莉 因為當時未有這麼多內地的嘉莉 香港選美二得到這麼大的影響 他鬥志很強 我覺得黎智是將這個亞姐 他的所謂Superstar status 就是將他提升了一級 是, 黃後藏廣場 智地廣場 這個表演也很特別 但是黎智本身作為一個人物 是很惹人注目 而且我覺得令到大家對他 令眼相看 反而是他選完之後 他選完之後 他的聲徒很厲害 我記得是爭取 我跟他拍戲 玻璃棺材 你什麼時候找他 他在晚上拍戲 拍到下班了 宵夜 叫他宵夜 叫他宵夜下樓 他都要假裝 是嗎? 對, 很漂亮 他是令人想起臨時代 就是臨時代 你來懷的時代 不會像牛仔褲一條 不化妝 他就走出來 不會的 他隨時走出來 他知道他是一個明星 他是會把他自己 整個人 表演得像明星 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很特別的 就是令到我們 經常都記住 因為他是這件事 經驗咬業 還有很尊重他的身份 在TVB辦了十幾屆的 港姐之後 我們才搞第一屆的亞者 那時候其實把握大不大 做什麼大型的節目 你都是要找自己的路線 做得多 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 就是 太過安全感 太強 你想想 TVB以前也是 他做本來金銷 他都是 做下一句就很困難 規模是有 但是你怎樣 是走出一個模式 一個靈活性低了 那你變成了 你就不想冒險 是嗎 我試新的東西的時候 分別不成功 尤其是你創作 很多時候你試新的東西 觀眾未必會很接受 我做這一行 我覺得 那件事其實是最難的 就是你怎樣 經常要超出自己 其實會不會 這件事 令到你 可能在這麼多的電視台 都做過一段時間 你就覺得 沒有什麼新意 沒有什麼挑戰 會不會是你跳這麼多吵 的一個原因 不是的 我覺得你任何 在任何一個環境下 你說是一個台也好 又是不同的台也好 其實始終你還是要尋找 那個挑戰 因為你是做什麼 你是做創意工業 那你如果自己也不想這件事 沒有要求的 有時候跟Sam聊天 我問我為什麼 我一會覺得 不知道別人是否覺得我很苛求 我經常都 好像你說那樣 要求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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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說有這麼多新竅 不是 但是你要變 即使你現在也是 你看一下 那些時裝 今天的時裝 可能跟30年前的 有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它現在不是完全 不是百分百的 為什麼呢 就是它加了今天的創意 沒錯 那你一直要變的 你的社會外圍有變 要求有變 那你一定要不斷地變 這個這麼高的要求 除了工作之外 會不會放在自己的人生裡面 對家人會不會有的 我又不是對我家人很高的要求 不過對人生是 對, 或者你可以說 略為理想主義 到今天都… 不是, 我覺得你女兒 可能她在明主台 也做過這個新聞報道 是不是因為你那時候的影響 我完全沒有嘗試影響他們 但是你沒有影響 就是她可能會因為某些潛意識 可能她涉獻了很小的時候 人家會看到一些明星 看到一些大明星 就是會很嚮往 我小時候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爸爸是做戲院的 招呼一些… 不只是香港的明星 就是你不要說方艷芬、林黛 什麼那些 外國的大明星 比如Malon Brando 是啊, 最大的Danny Kay James Stewart 就是最厲害的大明星 來香港 因為我爸爸是做西片的 所以就招呼他們 好似見怪不怪那些大明星 我的女兒也是這樣的 是的 我的女兒那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都看到那些最厲害的 就是TV 那時候TV 你說方方也好 你說許冠文、許冠傑也好 完全是不覺得她們是Superstar 就是好像我女兒 後來她進行電視行 其實我完全沒有影響她 說你進行電視行 那我問過你的 有沒有偵詢過 媽媽我想什麼 行不行呢 其實她是讀法律的 結果她是決定不做律師 因為她說她的人比較活 她喜歡和人做事 就不喜歡紙張 所以她後來讀碩士 她也不讀法律 後來她回來了 她就入了新聞那行 可能因為她自小 因為她跟我看很多東西 潛移默化都不知道 變成我發覺她很懂得 用一些影像來講故事 講得相當好 很短的故事 你知道做記者 我九九九 我不是經常看的 我發覺 咦 是的 你也不是經常看女兒嗎 我不是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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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變成了 她有她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我有鼓勵她 我看到她 講故事講得很活 我看到那時候很開心 因為我看著她長大的 從小時候 我這麼大 她這麼小 那時候 一個小妹妹 因為她的樣子 我一認就認得 因為她的樣子像爸爸 我就很認得 她的眼睛很大 每個都告訴她 很像 如果要你 給分你的女兒 做這個記者 你給多少分 那我給分我當然是 我很偏心 不會的 你不會的 我當然是說她 起碼都八九十分 應該 她的確做得很好的 是 那時候電視台升 她做媒體 很多人都恨做 恨得不得了 因為是升級的 是的 做M-Car多威 她反而不喜歡 為什麼呢 她不能出去 她喜歡出去 她喜歡出去 而且她是喜歡 因為她那時候 做英文台 她做英文台 因為英文台的記者少 是 所以反而 就是有得出埠 OK 我最記得她 跟江澤民 去日本 很難的 朱鎔基 嘩 她就很開心 那樣 我覺得她都 事頭事頭 真的 你很少人 責得那麼厲害 分明是偏心 那當然是偏心 我和你講了這麼久 講雅姐的 我想五分一都沒有 這個節目就叫做 雅姐百人 沒理由不邀請周太 可不可以跟我們再談一集嗎 行 再談一集了嗎? 沒有表演的 這集也沒有表演的 那當然了 多謝周太 不要客氣 好 好